南回唯一的赏花景点太马里金针山 经过前几次寒流促使山区樱花绽放 目前高山区的旺幽谷双乳风都已经开了六成的花 春节假期没有赏到花的民众可以利用周末假期到金针山赏樱花 台东南回唯一的赏银景点太马里香金针山 经过前几次的寒流促使山区的樱花绽放 目前高山区的旺幽谷双乳风都已开花六成左右 虽然花矿还没有全部盛开 但只要角度抓好也能拍出美的照片 很漂亮 很舒适 天气很好 樱花没有那么多 但是还是很漂亮 每年一月至三月是太马里香金针山樱花开花的季节 山区栽种净千株吉野樱 山樱及八重樱等品种 由于金针山海拔适中 地理环境适合樱花生长 是南端唯一赏银景点 苏有南回杨明山称号 我们现在有那个石头屋 石头屋 还有那个环山雅筑 旁边的花灭 还有青山农场 然后还有我们沿路 沿路都有 沿路都有那个 我们山上有那个 九南八重樱跟那个吉野樱 下面的那种 红色跟白色樱花都有 我们这边都是游客自己上来前往 我们都有一些导览图路标在各个大的停车场都有那个导标 都可以去看 太马里金针山 除了每年七八月暑假期间有金针花季之外 这段期间也有樱花可以欣赏 也吸引许多游客上山赏花 每不慎周的樱花景色成为民众来到台东必玩的旅游景点 姐长姐太马里香不到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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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